来看到灾后复建的工程 这是在复理箱 复理箱公所为了提升东西向交通流畅性 以及道路的安全 明里大桥临时通行变道工程 近期是正式开工 预计将会在5月的中旬农忙之前完工 那么临时的变道设置 目的是在于明里大桥改建期间 为乡亲民众以及游客过往车辆 提供一条安全畅通的替代道路 复理箱公所为了提升东西向交通流畅性 与道路安全 明里大桥临时通行变道工程 近期正式开工了 临时变道的设置目的在于 明里大桥改建期间 为乡亲民游客以及过往车辆 提供一个安全畅通的替代道路 大家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变道 还有相关的一个韩管部 目前都在埋设当中 刚才跟工地的主任来特别做研究 它原来的工期是到六月初 也就是七十天的一个工期的时间 目前我们特别拜托 因为在六月中旬之后 就有一个也是我们龙马 收割的一个期间 所以我们拜托它一定要赶工 刚才就要交换的意见 交换目前的时空的进度 应该算是非常的顺利 这项工程是基于对当地居民 日常生活以及交通便利性的考量 力求在大桥改建期间 最小化对交通的影响 进一步提升明里大桥的结构安全性 以及通行效率 也期待我们这个明里大桥 现在目前在规划设计当中 在明年底五年初也能够入期来完工 这个活动的话 我们会配合县政府来做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键交往 跟一个工程的一个管制 交通城呼吁 临时通行变道施工的期间 请民众以及过往司机遵守交通的指示 注意行车安全 并且也要耐心跟配合 记者高双双不离乡采访报道